這邊的問題是宜蘭大學圖木系跟電機系 他們碩士班的研究所考試題目 對第一題來說的話 那圖木系的那個考題我們要怎麼解它呢? 我們的解法就是把答案的形態 假設成自然指數的函數形態 派入宜蘭方程式 他考誤我們又不會解那個特徵根 第一項微分四遍有納密達四次方 第二項不用微分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都寫成一個納密達 沒有微分的 寫一才對 這個兩部分相成為零 後面那一部分不等於零 所以只好讓納密達四次方加一等於零 這個納密達四次方加一 到底納密達是多少? 這有點困擾對不對 這個問題啊 同學們如果只是寫成納密達四次方四負一 其實是沒有拿到分數的 因為你沒有解出真正納密達 你可能會解出納密達是 先寫納密達平方好了 你會寫出納密達平方是正負i 但是在解納密達到底是多少的時候 你就困惑了 難道還要在正負根號i跟正負根號負i嗎? 沒有錯 其實這樣講也沒有錯 只是用這個方式來表達你的特徵根的話 其實是有可能拿不到分數的 所以同學們應該要把以後你會學到的 因為這個題目在我們的工程數學一的範圍內 可是有一部分的觀念在後面的部分 就是那個負辨的概念裡頭 負辨的概念裡頭 我們要用一下負辨的觀念說 這個負一 負一在這個負辨的平面上面 這是水平軸 時數的時數軸 水平的時數軸 水質的話是虛數軸 把這個負一的位置把它點出來 負一的位置在這裡 負一的位置它可以寫成極座標的形式 這個所謂的r就是1 還有一個角度 角度的話θ就是π 意思說這個點 負一這個點 可以表達成r乘上exponential的iθ次方 這就變成負一等於1乘上exponential i乘上π次方 但是這個π π代表角度的變化 這個π可以加上2nπ n可以是0123這樣的變化 意思是說 意思是說 我這個-1又可以表達成 -1先表達成namb4次方 -1就是namb4次方 這個namb4次方 就是現在的exponential的i乘上π加2nπ這麼多次方 我有四個跟的可能 那四個跟的可能是 先寫n等於0的狀況 namb4對應到n等於0的情況下 會是exponential的i乘上π4次方 這第一個可能n帶0的可能 i乘上π4次方 第二個可能是n帶1的狀況 n帶1的話 namb4是exponential的i乘上π4次方 n等於2的話 namb4就是exponential的i乘上4分之5π次方 n等於3 2的話 2的話5π沒有錯 n等於3呢 n等於3的話 namb4就是exponential的i乘上4分之7π次方 這個是有四個跟的可能 算出來四個跟的可能的方法 我覺得還可以再畫減成 不畫減沒有關係 這個i乘上4分之π在哪裡 其實就是畫一個 類似剛剛那個圖 水平軸是十數軸 旋直軸是虛速軸 它在r是1 那角度是4分之π 我就把角度轉個8分之1圈 4分之π的意思 轉個8分之1圈 θ等於4分之π 然後這個r是1 距離r是1 就在這個位置上畫一個點 這個點位 它會有水平的分量跟水質的分量 它那個水平的分量是2分之根號2 水質的分量也是2分之根號2 所以這個點位 它就是時數的部分是2分之根號2 虛速的部分是i乘上2分之根號2 所以這個可以表達成2分之根號2 加上i乘上2分之根號2 N等於0的點是這樣的討論 那N等於1呢 N等於1的話也是一樣類似的討論 N等於1的話是對應到的角度是4分之3π 過了2分之π來到這邊了 這個角度現在是4分之3π 然後r是1 所以它對應的點在這裡 這個點位它那個水平的部分 時數軸的部分就是水平的部分 水平的部分變成負的了 負的2分之根號2 垂直還是一樣正的2分之根號2 垂直一樣正的2分之根號2 所以我可以把它寫成 水平的話變成負的2分之根號2 垂直的話還是正的 那以此類推 第三項線兩個都是負的 時數部分是負的 趨數部分也是負的 負的2分之根號2 減掉i乘上2分之根號2 那第四項線的答案在這裡 第四項線的答案 水平軸是正的 時數軸就是正的 那趨數軸的話是負的 所以變成正的2分之根號2 然後減掉i乘上2分之根號2 因為在這個第四項線的這個點的話 那個虛數軸是負的 好我現在算出來這四個特徵根 再帶回剛剛假設的答案型態裡頭來 然後做一個疊加 其實這個題目它在考你會不會解那個特徵根 有點超出我們的範圍 就是我們的工程數學液的範圍 有點點超出了 不過我已經把它算完了 好我的答案就是C1乘上第一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是這個丟到假設的答案型態裡頭來 它是2分之根號2加上i乘上2分之根號2乘上x次方 好第二個答案的話C2乘上isconential的 好這個是負的2分之根號2加上i乘上2分之根號2 這麼多x次方 好C3乘上第三個解 第三個解是這個帶進來 負的2分之根號2 減掉i乘上2分之根號2 再乘上x次方 第四個答案是C4乘上isconential的 好 時數軸變正的2分之根號2 虛數軸還是乎的 減掉i乘上2分之根號2乘上x次方 好我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了 其實這個問題它是在考你會不會解那個特徵根 但是對我們剛學公數1的同學來說 因為有一部分用到負面分析的概念 所以有點難 不過也還好 如果你知道我在講什麼話 那你也可以馬上就懂了 好 我再看一下第二小題 這最後一 這個第二小題討論一下 第二小題的答案 我們來想想看該是什麼 好 首先我把y的一次方移到左邊來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可以把它當作 馬路尼維根方程式 然後用馬路尼方程式的解法來解它 好 x的負一次方就是x分之1 好 乘上y平方 我把y平方拿來除 這個每一項都給它除以y平方 所以變成 所以變成x乘上y平方分之y的微分 減掉第二項的y除以y平方 然後右邊的話是x分之1 好 然後我把這一項包括符號的 包括符號的 不一定要包括符號 好 不包括符號 好 這個y除以y平方 我當作是u 我起來這邊 我令 我的u u是x的函數 新的應變數u 是y除以y平方 其實就是y的負一次方 好 然後來微分它 現在來微分它 u對x的微分 現在就是把y的負一次方拿來微分 好 這個就可以先寫成 對y的微分 再把y拿來對x微分 好 這個就變成 負的y的負二次方乘上y的微分 好 那個像是剛好跟這個有關係 可以用那個像是來換掉這個第一部分 好 第一部分的這個y' 乎於y平方 好 那個負二把移到左半邊來 所以是負的u' OK 那 所以我們剛剛的問題 又可以改寫成 第一項的話是 負的x乘上u的微分 第二項是負u 好 等到右邊的話是x分之1 好 現在我所看到的問題 再給他乘上1 負1乘上負1 好 乘上負1之後 第一項就是x乘上u的微分 第二項就是u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負的x分之1 好 我本來想說 可以把第一項變成1 再乘上f 但是我一觀察這個寫法之後 我發現說 其實這一整項 這個可以當作一整項的微分 這個是哪一整項的微分呢 是x乘上u的微分 我用這個方式來算會快一些 對不對 這個微分x的時候是1 1乘上u 後面這一項 微分u的時候是前面這一項 所以這樣的寫法沒有錯 我把這樣的寫法拿來用就好了 這樣比較快 積分他 左邊積分他 右邊積分他 右邊有負號的 負的x分之1 積分他 然後加上一個積分常數c 好 左半邊的話 就算出u乘上x 右邊就一樣的 以前怎麼算 我們就現在又跟著算就好 好 左半邊的話是u乘上x 右半邊的話是負的nature logx 加上一個積分常數c 我的u是y的負一次方 所以這邊就是y分之x u是y的負一次方的意思 右邊的話負的nature logx 加積分常數c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也找到了 好 這個 大概這樣子 就是宜蘭大學的小題 我們已經也算出另外一個問題的答案 他的第一小題 反而是比較辛苦的 我覺得 那出題目老師應該是希望同學們 能夠算出這種形態的表達方式 所以我們要 學到後面的那個負面分析之後 才有辦法完整的表達 把這個答案 這個題目就到這邊